日本的金箔98%以上为金泽产 金箔不但使用于金阁寺及日光东照宫等历史价值颇高的四舍佛格 也使用在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上 在历史都市金泽所继承的36种工艺品之中 金箔的发展也是源于藩制文化的奖励政策下所盛行的 日本在何时开始制作最初的金箔 最早要追溯到古代的室友金箔股坟时代装饰品被挖掘出来的时候 现在金泽博工艺品被誉为石川线代表性的传统工艺 为了向更多的人传播金泽博的魅力 博弈企业开始了并非高级品而是日常品的制作 金箔本本是仏弹和仏具有很多使用 我传选者们可以在日常中使用 最初小型的小皿から金箔を貼って 日常使用製品を色々作ってきた会社 物を作っている間に色々なお客さんと出会うことになって そこから食べる金箔とか 健在内装とかに使うようなものとか あるいは今回の化粧品とか いろんなものにいろんな製品群が広がってきて それが今今日の白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博弈作为製作产品的企业 即使開発了機械化 大量生产新技术 也会逐一重视自己的手工制作 这是因为在传统工业中 用手工工艺来表現的东西 才会有传统美 用手工創造出的美丽 无论多少技术发展 也绝不会被替代 虽然博弈继承了传统 但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也是给很多客户带来感动的理由 博弈独自研发的化妆品品牌 Kinka Cosmetic 在日本一有近20年历史 在金箔护肤产品领域口碑最佳 由于开发团队研发成功了 前所未有的独特构造 产品达到了极高的安全性 和使用上的便利性 以24K纯金箔和白金纳米技术研制 化妆品中所含的金箔 经过摩擦升热后 释放正离子 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 打通表皮至真皮层的通道 促进精华成分的吸收 这就是金箔的复活作用 这个金箔用的金箔 日本当然是 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多 世界中的人 使用的金箔 日本的传统也有 世界中的人 使用的金箔的魅力 这就是金箔的 贝依这一公司名称 就是创业者以再博乌 由女性创造第一的特色 来制作金泽工艺品的缘故 而得以冠名的 博弈企业 现在也仍保持着创业初期的思想 不断继承传统 为了让更多的客人 了解金泽博的魅力 这一想法丝毫没有改变 在作为观光地 也颇富盛名的金泽地区 将金泽博的魅力 不仅传往日本国内 也能够传向 从世界各国而来的客人